我自己覺得是互相去成就對方 愛情有時是兩個人走同一條路 有時候都是各自走各自的道路 因為自己都會有自己的追求 對方都會有對方的追求 我經常覺得愛情的道路就是可不可以陪伴對方 除了是大家的感情之外就是成就對方 對對方坦白是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都會很害怕 適合了 知道哪些地方會踩中地雷 就盡量避免或者不說 但慢慢慢慢就要久之 就可能很多事情會隱瞞我 少了很多坦白的珍惜 因為我覺得愛情最美的位置就是 兩顆很赤裸的靈 他們互相share給對方 這件事我覺得是最美的 如果兩個人相識 然後互相吸引 我覺得一定是有些名創下牌的 即是沒有理由 這麼大的世界 黃蒙人海你會遇到她的 但之後的關係 我覺得就是要經營我 我相信一見鍾情 我覺得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但我覺得是要有按鈕那一下 但至於按鈕之後那一下有幾多均 可以好好地繼續走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要經營我 就是如果是一些很 很 melodramatic的電視劇或者電影 那現實生活就基本上是少些發生的 但都會有些譬如 如果有看Manchester by the Sea 有看有一個叫她和她的戀愛花期 那這些都是說一些對我來說 很寫實的一些愛情 它階段的轉變 或者其實現實生活愛情 對於不同婚姻狀態 不同年紀的人 其實愛情這件事 是不是去到一定是 好像很 melodramatic那種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不是 愛情其實有時候 有些時候都挺 practical 其實我喜歡細水長流 因為我不是很相信那些 好像熱那些 因為我覺得終有一天 兩個人都是要生活而已 而兩個人都有各自的問題 其實是會變得很 practical 即是都可以有浪漫的成份 但那件事不可以說是 佔最大的比賽 轟裂是重要的 但你一開始轟一下就正的 即是那一刻說 大家都會發出很正的 但你很難保持著 即是很累的 那我真的覺得 好像回到最初 就是怎樣陪伴對方 互相陪伴 即是對方有他的夢想 我有我的夢想 我們陪伴對方去實踐 他的夢想 然後我們的關係 亦都是向一切走的 我認為這樣是最好的關係 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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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